中俄合作研制的CR929重型宽体客机 在莫斯科航展亮相 这或许意味着空客和波音的垄断地位一去不复 目前国际商用飞机市场几乎被波音和空客两大巨头瓜分 我国的干线客机市场也不例外 一直以来波音和空客都占据着国内商飞市场 在这种局面下 为了提升大飞机产业的国际竞争里 不仅我国的C919大飞机应运而生 即将投入运营 而且另一款中俄核制的大飞机也浮出水面 据格媒8月27日报道 中俄两国联合研制的CR929远程宽体客机 1比1展示样机在莫斯科航展上首次亮相 这也是CR929在海外的首次展出 CR929远程宽体客机 是两国企业在高科技领域开展务实合作的 重大战略性合作项目 项目预计于2025年至2027年完成 有人不禁疑惑到 我国已经有能力独立研制出C919型大飞机 为何还要与俄方合作研制CR929呢 想必大家都知道 C919的最大载客量达到190人 最大飞行距离也超过了5000公里 成本上是我国大飞机研发进程上的里程碑式成就 但与C919对位的空客A330-900以及波音787-9相比 载客量和航程还有着不小差距 于是为了弥补这一差距 CR929项目正式上马 如今CR929客机1比1样机在莫斯科展出 就意味着该项目已经趋近尾声 需要提到的是 前不久俄方爆出CR929的最大起飞重量 其245吨的最大起飞重量是C919的三倍之多 而经过升级发动机的空客A330-900 这一数据也才251吨 波音787-9则为247吨 可见三者的起飞重量旗鼓相当 另外对于CR929至关重要的核心 发动机正在面向国际招标 已经有多家国际顶级发动机公司参与竞争 而俄罗斯一直掌握着先进且成熟的 寒道比涡扇发动机技术 他们对自身的PD35发动机信心十足 这或许正是我国选择合作的原因 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中俄在航空领域合作的进一步加深 届时波音和空客的垄断局面 必将彻底被打破